罗马书第十五章一节到六节 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同声颂读 预备一期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单待不坚固人的软弱 不求自己的喜悦 我们个人物要叫临舍喜悦 使他们得益处,见利得行 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 如经上所记 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你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到盼望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 叫你们彼此同心 效法基督耶稣 一心一口荣耀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阿们 我们低头再次祷告 慈爱天父恳求你恩待我们 教会是有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用宝血所买来的 恳求主用你的真理和圣灵恩惠 兼顾建立你的教会 使教会在真理和圣灵的更新里面 不断地更加接近呵护神的旨意 使我们因着你的恩惠和道 能够获得真正的生命和智慧 在这个世上不断地追随主的道 胜过这个世界 合乎主的心意 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 求主亲自恩待我们 建立我们 与我们同在 这样同心合以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进入十四章之后呢 保罗就开始具体地处理一些 罗马教会内部的一些情况 特别是我们看到它的自理行间 流露出来在罗马教会里面 存在着两种群体 一种群体被称为坚固人 有信心的人 另一种人被称为软弱的人 或者是说在信心的知识上 缺乏的人 那我们可以根据当时的处境 得出这样的结论 就是信心坚固的人 是外邦的基督徒 绝大多数的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 那另一种人呢 是少数的犹太基督徒 所以他们在吃喝 很可能是因为 围绕着旧约礼仪当中 摩西律法当中 所要求的一些 什么吃肉的事情上 可能观点上出现了差异 所以那些犹太人根深蒂固的 五经里面教导的那些饮食礼仪 就影响他们 以至于他们没有看到 在基督里面 已经废除了那些礼仪 甚至在基督里面 因信基督已经享受了 那个自由 所以在这个方面 他们可能在福音的知识上 稍微弱一点 因此他们被称为不坚固的人 或软弱的人 所以他们觉得是不可以吃肉的 因为那个肉可能是败过偶像 或者说就压根就不符合 摩西利维基里面 律法里面规定的 那个不洁净的食物 所以他们不吃 当看到那些外邦基督徒 第一是他们不受这些律法的 那些根深蒂固的传统的影响 第二他们可能在福音里面 已经获得了那个真理的 自由所以觉得吃不吃都无所谓 所以他们就自由地吃 那虽然他们是想 这些外邦基督徒享受着 在基督里面真理的自由 但另一方面呢 这些相对在信仰的知识上 缺乏的犹太基督徒呢 他们就心里面论断 这些吃的人 然后这些吃的外邦基督徒呢 就轻看 瞧不起 这些不吃的人 所以就产生了这种张力 在教会里面形成了这种张力 然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 一方面提到了食物本身的性质 本来就是圣洁的 没有什么不洁的 只是因为人不洁 所以成为不洁 当然另一方面 我们看到罗马书里面也谈到了这些问题 旧约礼仪在历史上 他的这个启示的价值 在教导上的价值 迅蒙的 师父等等这样的作用 那另一方面呢 他也提到了这些 从上一周十四节 十四章下半部分 已经谈到了这些坚固的人 我们这些坚固的人 如何去照顾考虑到那些不坚固的人 所以在爱里面 在按着爱的道理 应该去考虑到这些人 所以虽然我们固然有自由 但是我们的自由 不能让毁坏神的工程 不能让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 也要照着爱人的道理 去考虑到那些软弱的人 那进一步 我们看到进入十五章 一九到六节里面 虽然他的这个人称发生了变化 我们变成第一人称服术 之前是讲到你 你你 无论是有信心的人 还是没有信心的人 都是以第二人称单数来讲 代表性的 就以这样的个体 代表那些群体 那现在变成了我们 我们无论是我们坚固的人 还是我们个人 都以第一人称服术 所以在这里面劝勉的时候 保罗以这种姿态 这个在基督里 我们成为一个共同体 这种意识 其实很重要 强调相同性 强调同一性 合一性 像主耶稣基督教导 我们的那个主导文 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强调这个群体性 共同体性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 他刻意把这个名称 改成我们 那我们作为兼顾的人 这里面 一解到二解呢 是丰富 然后三解到四解 是谈到了丰富的理由 三解呢 就是保罗的一个祈愿 所以我们按这样的结构 来分析 第一我们来看这个丰富 一解里面说 你们兼顾的人 很明显是还是继续 针对这些有信心的人 应当担待 不兼顾人的软弱 不求自己的益处 我们个人 勿要叫临舍得喜悦 使他们得益处 建立德行 这是保罗的吩咐 教导 你们应该怎么做 那我们来看 这里面说到了 应该担待 担当 这个和保罗所讲的 教导是同样的 相同的 保罗也常常说 我们去担当 别人的软弱 彼此担担子 彼此担担子 就在教会里面 无论面临这个吃的问题 不吃的问题 你有信心的人 应该担待这些 信心上软弱的肢体 现在不谈这个对错的问题 是谈到 你们有信心的人的责任 有责任去担待 那些软弱的人 不一定在观点上去赞同 不一定在观点上赞同 但是我们对待那些软弱的人 应该存着怜悯 包容等等 去担当他们的软弱 担待他们的软弱 去背负他们的软弱 然后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不要求自己的喜悦 前面说到这个 信心刚强人的责任 你们不只是要夸耀 或者是在吃肉的时候 在宣布自己在基督里面自由 甚至更是夸耀 在基督里面自由的这个特权 但是你们在享受这个特权的时候 要担待那些 不兼顾人的 信心 知识上 不健全的那些软弱 这个也是在保罗其他的书信里面谈到了 就是说什么 你这个吃固然是你的自由 前面也说到了 这个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你吃感谢固然是好等等 但是你不能因着你的自由 给别人带来软弱 或者别人因着你心里感到困惑和挣扎 所以这个就是担当的问题 当我吃的时候 我要考虑到软弱人的感受 这个不是我自由的问题 不光是真理的问题 上一周我们谈到特重点是爱 爱的道理 照顾到别人的感受 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这里面更进一步是担待他们 也就是说 在他们认识到福音真理自由之前 和我们一样获得这样的真理的自由之前 我们应该包容他们 担待他们的软弱 或者说体恤 理解他们的软弱 然后这里面更重要的进一步强 不求自己的喜悦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叫做不求自己的喜悦呢 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当我们主张我认识真理的时候 当然注意这个真理 这个真理不是核心的 这个无关红纸的真理 这里面吃肉不吃肉吃不出来 不是基督教核心的东西 是这个真理 不是说关于基督 神人二性三位一体 因信称义救恩的 基督教这个一旦妥协 就基督教不再是基督教这样的真理 这样的真理是没有办法让步的 但是关乎到无关红纸的事情上 我们虽然有自由 但是不要求自己的喜悦 什么意思 当我们主张坚持我们的特权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骨子里面是为了讨自己的喜悦 为了顺应自己的愿望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坚持 我们明明认识了这个真理 我们得了这个自由 我们就坚持我们认为的对的 这个对是对 保罗没有否定他们在福音里面 吃肉的这个特权的自由 所以称他们为是信心 有信心的人或坚固的人 其实已经赞同他们在基督里 只是他们用自由的时候 他们忽略了那些软弱人的感受 所以不管是我们的自由和特权的问题 还有爱的道理 再也就是不只是顺应我们的喜悦 我坚持真理 我有自由 所以我这样还要考虑到别人 不求自己的喜悦 二姐说到我们个人勿要叫灵舍喜悦 不求自己的喜悦 这是否定式的负面的 不要只是照着自己所喜悦的 还要个人勿要叫灵舍喜悦 这里面灵舍就暗指那些信心软弱的 就是只吃蔬菜不吃肉的这些人 勿要叫灵舍喜悦 这个话什么意思 什么叫灵舍喜悦呢 考虑到他们的感受 担待他们的软弱 当然保罗的意思不是一味的去顺应 其他人的软弱 而不考虑他们灵魂的救恩 因为这个吃喝的问题不是涉及到灵魂的救恩 所以保罗的意思不是说一致迁就他们 他们现在罪里不悔改 也去包容纵容他们 以至于他们灭亡 不是那个意思 在吃肉和不吃肉 吃不吃蔬菜 这个是无关红指 不涉及到救恩和基督教本质的问题 所以涉及到这样的问题 要让他们喜悦 前面讲到不要因我的自由 我的感谢 然后他们心里面论断软弱 为了他们 保罗在其他属性里面 我不吃 是吧 好像这个不自由的人 如果吃肉让别人跌倒 我就不吃 不因我自由别人论断嘛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 我们看到保罗的观点是 让我们时刻留意到灵舍的感受 让对方喜悦 他现在没有信心吗 在吃的上 这个吃的上没有信心吗 那就迁就他 先放任他 顺应着他 就照着他这个程度去接纳他 不要让他这个心里面 有各样的其他乱的想法 所以在这里面 物要叫灵舍喜悦 不是意味着今天我们基督徒 可以一味的去迁就和妥协 他明明现在这个罪恶里面 比如说什么这个贪婪呢 或者是道德上的罪呀 淫乱呢等等 包括这个异端的教训 我们就视而不见 就一味的就会迁就他 这个不是福音的真理 而是针对今天这个本文里面 所说的吃肉不吃肉 吃不吃蔬菜的问题 在这样的事情上 竭力让林舍喜悦 那喜悦的目的是什么呢 使他们得益处 这个益处是什么益处呢 分明是属灵的益处 属灵的益处 建立他们 原文里面这个德行是没有 是为了建立他们 别让 反过来前面说到 别让他们跌倒 对不对 我吃的 我感谢的固然是好 结果他跌倒了 他这个跌倒 因为他信息不足 在真理上 所以为了他们的属灵的益处 为了建立他们 我节制和约束 我的自由 我在基督里的自由 这个不是妥协啊 因为是关乎到 无关红纸的问题 吃不吃喝不喝的问题 所以宁可 为了让别人得益处 宁可我不吃 我不喝 这个无关红纸 但有些事情 我要不做的话 可能是等于妥协服役 比如说 像我们之前也讲到 这个隔离的问题 有些情况保罗给 给同工施隔离 有的情况 他就坚决不妥协 不给他施隔离 为什么 犹太人 有一些犹太主义者 他们期待着 保罗一旦施隔离 他们就说 你看保罗也是 这个不是废教律法 你看光信耶稣不行 还要受隔离 保罗也是主张 跟我们一样的 就等于否定了福音 在福音里 受不受隔离 无所谓 对不对 但是如果那个时候 保罗如果一旦受隔离 就等于妥协了福音的真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同样受不受隔离的 有的时候保罗自由的受 受就受吧 免得这些犹太人 这个误会我们 好像我们轻看律法 结果就拦阻他们听福音 所以这个就受隔离吧 受不受无所谓 反正我们也不是 律法主义者 但是另一种呢 有的人窥探在基督里 自由的时候 保罗就不给他受隔离 免得福音 误解和变质 那涉及到这个呢 吃不吃的问题 不是无关红纸的问题 所以他说 就是让灵神喜悦 我截至我的自由 然后免得他们论断 或者是不得益处 不被建立 软弱 所以在这里面谈到了说 要担当他们的 在他们这种信心不足的情况下 我们要多担待他们 他们的这个软弱的重担 就成为我们担子 我们就包容他们 担待他们 然后也不主张自己所喜悦的 这是无关红纸的事 让对方喜悦 让对方喜悦 让他们得益处 然后去建立他们 这是我们看到 这是我们看到保罗的吩咐 那第二 他这样吩咐的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这样吩咐呢 他就谈到了理由 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理由是什么呢 本文里面也说到 因为三节 因为来说明 他这样吩咐的理由 因为第一 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 如经上所记 辱骂你人的辱骂 落在我身上 他举基督耶稣的模范 来说明 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 什么意思呢 辱骂你的人辱骂 落在我身上 这是引用了诗篇 六十九篇九集 因为我为你的店 心里焦急 如同火烧 并且辱骂 你的 你人的辱骂 都落在我身上 耶稣基督前半句是 讲到他看到 耶路撒冷的情况 为你的店 心里 心 焦急如同火烧 辱骂你的辱骂 实际上在耶稣的身上 那些不敬钱的人 在旧约背景 是不敬钱的人 去攻击神 然后弥赛亚 来作为那些 所有辱骂神的那些辱骂 都归在自己上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也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 实际上他为着神的缘故 为了父的旨意 的缘故 所以承担了那些罪人的顶撞 很多的羞辱 忍受罪人这样顶撞 就是为了顺从神的旨意 所以实际上也是 将背负了辱骂人的辱骂 当然进一步 不只是为了神 他也背负了罪人的罪债 承担了我们的罪债 选民的罪 归在他身上 他为我们而承受了这样的 罪的刑罚 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耶稣基督就成为 不追求自己的益处 不照自己的意思 只求父的意思 不追求自己的益处 不是来要受人的服侍 乃要服侍人 马可福音这个诗章里面 也提到了这样的内容 他给我们做了这样的榜样和典范 所以这种以他人为中心 基督尚且如此 菲利比书二章五节到十一节 保罗也同样劝明 我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像基督的心智一样 本来是具有与神同等的 这样的存在 却甘愿舍己 虚己 降悲 然后取了人的样子 成为罪奴的样子 然后为了成就父的旨意 顺从以至于死 却死在那种 致羞辱 致残酷的 那样的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应该效法他 效法他这种心智 就是为了神的旨意 顺从神的这种态度 所以保罗把基督的这个榜样 应用在吃喝和对待 其他弟兄姐妹的身上 基督竟然不求自己的益处 为了神 为了他的百姓 舍了自己 那更何况我们这些 所谓效法基督 作为以基督为我们的师长 我们作为他的学生 作为他的门徒的人 理所当然应该 效法他的样式 对不对 这是初代教会里面 无论是彼得 使徒们的教导的 共同的效法基督 效法基督的这种生活 所以在这里面 在吃喝的事情上 也是这样 为了别人的益处 不求自己的益处 那第二 他紧接着也说 不仅是基督 给我们做了这样的典范 而且说到 从前写的圣经 也就是旧约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 说话的保罗 是处在新约时代的圣徒 处在基督来之后 基督来 在了因之前 这个区间被称为末世 处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的圣徒 旧约记载这些事情 就是为了教导我们 这些末世的圣徒 让我们因圣经所生的 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着盼望 首先他说 是为了教训我们 也就是说 使徒保罗 看待旧约圣经的时候 除了一些礼仪律等等 已经因着基督的事工成全了 所以废去了 形式上废去了 但圣经里面 也记得很多的教导 仍然对今天我们是说话的 所以这是他读经的一种态度 和圣经的一种观念 旧约不只是写给当代的 以色列百姓 武经 写给出埃及的 以色列百姓 先知书可能是对当代的百姓 发言讲话 包括这个话 虽然他刺下的时候 他有他的历史的时代和处境 当时的第一听众或者授书人 但是神的话就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 所以神的话 旧约圣经今天仍然对阅读他的人说话 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我们 教训我们所写的 这个是使徒保罗的一种圣经观 或者说他读经的态度 每当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都想到上帝在对我说话 他不是只是想到上帝曾经对摩西说话 曾经对以色列人说话 所以责备的那个事情跟我没关系 警戒的那个事情没有关系 而不是保罗是读经的时候 把自己放在第二人城 上帝说话的时候 我是对象 所以上帝的话临到我 对我讲这种态度 每当上帝在鼓励什么事情的时候 可能是在我的处境上对我是鼓励 每当上帝责备的时候 同样也在责备 我可能里面也有的这样的罪 所以不断地以这种听者领受的态度 圣经的学生 上帝的儿女这种态度 去领受神的话语的这种姿态 去看待旧约圣经 然后他说这些记载都是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这是圣经的国效 圣经教导我们就会带出这种 要么赐下忍耐 忍耐和安慰这个词 是在这种试炼的背景里面讲的 在试炼的背景里面 一般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 他就是赐忍耐安慰的神 这一般只是在试炼的背景下 所以他把试炼的背景下 这样的词语用在教会里面 去担待软弱彼此担当 不求自己义主 那刚强的人去担待软弱的人 就像面对苦难和失恋一样 那这些软弱的人去看待这些自由的人 其实同样也一样 所以圣经给我们带来忍耐和安慰 圣经具有这种果效 获得忍耐和安慰 那今天基督徒 特别是我们中国基督徒 在韩国还感受不太强 因为韩国只要你勤快一点打工的话 其实收入还是不菲的 留学生打工的话 一天赚个六七万或者十几万 是还不算困难 虽然现在就业越来越难 但是对留学生来说打工的话 比国内的人要强 国内的人说不好听的读了个硕士 能就业就不错了 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 也谈到在上海工作的一个大学生 第一个月工资他领了两千 吓死了 我居住我家乡那个城市 那几线城市我是分不清 那个城市很小的一个边防城市 几线可能四五线 两千的话在食堂打工在饭店 两千的话其实生活很难的 现在钱多毛对不对 你租个房子 在我家那个城市租房子 现在一个月也得一千多是吧 一千多一千多 那一千多租房子 然后你还男的女的抽点烟 再喝点酒或者再买个衣服 现在衣服买个T恤都好几百 是不是 你不买大牌子也得好几百二百 那那种消费的话 你怎么生活 更何况在上海 就算你租最烂的房子 那两千块钱怎么生活对不对 可见这种卷 这种收支不平衡 不合理的这种情况 人那种生活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弟兄姊妹 基督徒我们信了因素以后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唯有圣经能够 能够给我们带来这种忍耐和安慰 圣经可能不一定保障你这个 试图发达 这个赚大钱 能够切实地解决你现实当中的物质 但是面临当下 逼迫时代 其实中国现在很多环境 有一种是逼迫 另一种是生存危机 对不对 面对所有的基督徒 都有这样的压力 那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 从上帝那里获得忍耐和安慰 以至于可以得到盼望呢 其实圣经应该成为我们的力量 信的人和不信的差距在哪 信的人是相信上帝的存在 当然这个不止我们相信 上帝确实存在 只不过信的人知道上帝存在 知道上帝在同轨这个世界 透过圣经知道这个末后的日子 这个时代的邪恶 包括我们知道主在灵的那个盼望 最终会改变这种局势 完全打破所有这个因着罪带来的人格上的 包括社会上的腐败 包括这种什么分配不公等等 将来有一天基督带来的那个 那个真正的新天新地 那个新的国度 那里没有再没有什么不公平 或者为了生存的问题 产生问题或者出生的问题 造成这种资源的分配不公等等 对不对 所以真正的盼望 真正的盼望不是在地上建立一个 乌托邦式的国度 虽然我们努力去改变社会 但是社会按照圣经的视角来看 越往后社会只能是越来越恶 对不对 无论我们认为相对比较好一点的美国 仔细看的话 里面这种贫富差距也是无法克服的 欧洲稍微成熟的贫富差距 这种问题也无法克服的 对不对 制度好可能缓解的强一点 但是即便如何 现在这个制度我们来看 表面所看到的和深层的是 还是有差距的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姊妹 无论是在美国韩国还是中国 其实本质上是差不多的 制度上 当然我们要追求制度上 可能的理想的好的制度 限制这种恶 避免这种什么独裁 避免什么这种贫富差距 但是实际上到现在为止 贫富差距是随着社都会 现在越来越无法克服 资源永远是掌握在权力 和那些少数的精英的手里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基督徒如何看待 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不是马上就咽气了 死掉了 直接被禁的天国 在地上活着的时候 我们要从圣经里面 获得忍耐和安慰 不管是面对恶人逼迫我们 或者是政权逼迫我们的时候 包括生活上面临的这种压望 很多这个 中国也好韩国也好 很多人得抑郁症 跳楼自杀的 都是没有盼望对不对 没有盼望 如果基督徒有一天 你发现也开始跳楼的话 这个就要思想我们信仰的问题了 对不对 我们跟一般人不同 是因为一般人看不透这个时代 我们是读了天书的人 双眼号天书 上帝的启示 对这个时代有一个洞见 因着信知道这个现实 包括最终的结局和盼望是什么 虽然人类社会的改革 可能会很遥遥无途 但是对着基督的那个国度的实现 却有盼望 所以一方面努力去 在这种现有的这种情况下去 努力去争取 可能改善自己的生活 努力去赚钱工作等等 但另一方面呢 同时我们也知道 最终基督徒所盼望的那个理想的国度 是由上帝亲自来成全和建立的 用他的大能最后建立的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我故意引申了一下 因为吃菜和吃肉什么东西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比较遥远 但是这里面提到了 即便面对这种问题 我们也要从圣经里获得忍耐和安慰 所以更大的事情更是如此 今天更多的基督徒随着疫情的结束 这个经济上的问题越来越 对全球的冲击很大 特别是中国这种情况更惨 很多开始暴露出来一些失业 经济上的问题 生存的问题 很多基督徒都有这种无形的焦虑和压力 对不对 因为面临着这种经济上的严重的萎缩 原来贷款买的房子 结果突然现在收入开始减少了 在企事业单位里面的工资减少了 或者是福利减少了 甚至有的人面临下岗 每个月要还贷几千块钱 或者上万的 突然现在收入没了的话 那个人的压力是有多大 不仅是房子还车子 保险的问题 孩子上学的问题等等 对不对 这些现实问题 很多基督徒面临这种同样面临的压力 因为大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对不对 那基督徒面临这种压力的怎么办 希望从信仰里面 这个不只是精神的一种规避逃避 我们既然信了主 应该从信心里面靠着信仰获得这种恩惠去面 智慧和力量去面对这种处境 对不对 过去可能面临着这个逼迫 不信的政权的逼迫 那现在除了逼迫之外 可能又加上一些生存的危机 所以基督徒如何从这样的话语当中 从神的话语里面 这种里面获得力量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吃喝的问题上 那对于我们来说 吃肉 吃蔬菜不是问题 那对于当时的罗马教会是有这个问题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扩张到吃喝的问题 包括吸烟喝酒的问题 虽然我们不鼓励什么吸烟 我们也不鼓励什么喝酒 但是我们也传统教会里面已经认为 抽烟就不是真正基督徒 喝酒就是好像违背这个基督教核心信仰缘故 所以从这个吃肉喝酒 吃肉吃蔬菜这个角度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福音里面 其实抽不抽烟喝不喝酒不是大问题 当然我们说这个有没有益处 容不容忧神 对身体健康不健康 对别人有没有危害 造就不造就人 或者什么酗酒节制不节制的问题 所以这个在基督福音里面 其实吃喝的问题已经得自由了 从原理上 所以考虑进一步考虑的就是 这个喝酒和抽烟 对我自己和对别人的问题 对荣耀神的问题 这个进一步的考虑 可以利用一些原理导出 圣经不鼓励吸烟 因为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益处 可能甚至也不荣耀神 有些文化里面对吸烟是比较负面的看法 那基督徒如果抽烟的话 当然就是不荣耀神了对不对 你们基督徒还抽烟对不对 那喝酒呢 有些社会里面对喝酒是严重的 特别是什么 像中国有什么白酒和这个啤酒 对不对 那当然还有一些洋酒 红酒什么的等等 那严格来说 喝不喝无所谓的事情 这个不涉及到什么 其实有很多的更重要的伦理 什么奸淫了偷盗不诚实 比喝酒这个问题更严重 但基督徒常常 因为我们受到了这个宣教士的影响 所以一般像北方比较保守 南方有些保守的也是 坚持不抽烟不喝酒 什么不吃血等等 那今天我们因着认识真理了 我们发现 这个其实不是什么重要不重要 吃不吃都是很自由的 对不对 第一一旦是自由 第二你吃不吃 那是你自己和上帝之间良心 也考虑到别的原因 是吧 所以实际上关于吃喝的问题 罗马书花了两章去处理这个问题 不是没有理由的 当时的处境 那我觉得对于中国基督徒的处境 也是这样 我们有必要理解到 其实有很多我们过去所坚持的 包括我在内 我过去也是坚持 坚决不能吃血 坚决不能这个喝酒等等 但是随着信仰的成熟 对圣经的理解和教义的理解 我们发现 其实这个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 有的时候 我们发现教会里面 很多人纠结什么 盯着别人抽不抽烟 喝不喝酒的问题 吃不吃血的问题 却往往忽略更严重的 就是道德问题 不诚实 说谎 贪心等等 甚至这个性的罪等等 对不对 其实有很多更大的邪恶的 丑陋的罪 我们却忽视了 但是就盯在一些相对次要 不是核心的问题 明白啥意思吧 我讲这个问题 就是说基督徒 就是有的时候认识真理 反正需要更整全的去认识 这样的话 我们就获得了自由 当然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罗马教会里面 面临吃肉和吃蔬菜的问题的时候 保罗没有 前面已经处理了 现在处理的不是纠正 谁对谁错的问题 是处理两股人 特别是认为成熟的人 如何运用自己的成熟 都同时要考虑到 那些软弱人的软弱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求自己的喜悦 像基督一样 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 宁可放弃自己的权力 牺牲自己 为了别人的益处 那同时呢 旧约圣经也是这样 旧约圣经为了教训我们 叫我们心生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到盼望 那这个盼望到底是盼望什么呢 后面提到了 盼望在基督里面 和以忍耐和安慰 为了让我们盼望 最终有一天 基督在灵的时候 带来的那个 万民万帮 各族各方的人 在基督里 借着基督的血所买来的人 在上帝的宝座面前 去崇拜神 那个时候是 所有神的百姓都归于伊朗 没有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区分了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 那在地上呢 因为教会是在 已然和未然这个阶段 已经谋恩了 但是还没有完全承受 这个救恩的祝福 部分的享受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地上 犹太人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 混在一起嘛 所以还还有这种摩擦张力 等到了将来 就完全合一了 那个时候 也就不存在这种差异了 所以在这样的 等待忍耐的情况下 如何去对待这个事 一方面要效法 基督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为了别人的益处 牺牲自己等等 那另一方面呢 从旧约圣经的教导里面 让我们学习忍耐和安慰 然后得着这样的盼望 所以像面对试炼一样 去面对这个问题啊 去担待那些软弱的人 这个需要忍耐嘛 这个也需要盼望嘛 对不对 盼望着有一天我们在真理里面合一 盼望着有一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最终 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 达到完全合一啊 然后五解到六解呢 就讲到了保罗的祈愿啊 或者说是他的祷告 他就是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啊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 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一口一心荣耀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这里面他就期待了啊 他就超越了对错的问题 这个信心强的 你主张的自由 符合福音 然后你们这信心软弱的 在福音真理上 这个认识的不足 你不要论断什么 不要这个轻看 超越了这个问题 他所看重的是 不要因为这样的非核心的问题 非本质的问题 造成教会的分裂啊 所以他祷告的是 愿那个赐忍耐和安慰 又又说了一遍啊 前面是上帝的圣经 神的话能赐忍耐和安慰 现在就说 真正的让人忍耐和安慰的源头是神啊 后面提到了这个圣灵 神的道 神的灵 神使我们真正给我们带来安慰和忍耐 更重要的是 教你们彼此同意相互啊 前面是彼此争论嘛 这个吃的人就轻看 这些没有信心的人 竟然只吃出赛 这不吃的人只吃出赛呢 就心里面论断 这帮人太放纵了 竟然公然违背上帝所减止的 那些食物 一点管不住自己的欲望 乱用自己的自由 可能就论断他嘛 这两种彼此不和 彼此之间因着吃的问题 在认识上到感情上 破坏教会和睦的这两群人 保罗劝他们说 彼此同心啊 彼此要同心 而且超越吃喝的问题 效法耶稣基督 为了讨神的喜悦 为了别人的益处 不强调自己的权利 去牺牲自己 所以吃的人不再刻意地 主张自己的吃的特权 以至于践踏这些信心软弱的人 信心软弱的人也不再主张 自己的观点 所以要彼此同心一样的想法 当然这个想法不是指在吃喝的问题上 认识上达的意义 就是一样的心智 效法耶稣基督 一同效法耶稣基督的话 彼此就不再争论自己的特权了 不再追求自己的益处 主张自己的对了 已经超越对错的问题了 效法耶稣 开始牺牲自己 开始以他人为中心 开始顾念别人的时候 彼此不主张自己的权利 彼此都要服侍对方 为了对方的意义来考虑的话 这个对错的问题 还是说 不是涉及到基督教核心本质的 那个对错的问题 只是无关紧要的 对错的问题的事情 超越这个 效法基督 让我们一口一心荣耀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也谈到了 这个尊荣神 荣耀神 这个神就是耶稣基督的父 就像耶稣基督如何 为了父的荣耀 甘愿舍己 不强调自己的特权一样 顺从以至于死 最后使万口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将荣耀归给父一样 耶稣基督来的这个使命的重点 就是父的旨意 然后父的荣耀 透过他的牺牲 让罪人那些浪子 转向父 使父的心意转向子 使子的心意转向父 成就和好 这样的话 让父得到荣耀 所以他的牺牲 放弃自己的权利 甘愿受苦 上师这样牺牲 都是为了父的职业 父的荣耀 那我们这些基督徒 也应该彼此 在效法基督的心智上 同心 然后一口一心 我们心里的想法 都是与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口也是 一起同声地 去称颂我们的主 送赞我们的神 叫荣耀归给父 这个就是再一次 透过救恩 恢复了那个堕落的 创造的目的 亚当堕落那一瞬间 已经违背了创造的目的 他不再以神为中心 不再以荣耀神为目的 以神为他的最终快乐 结果他堕落那一瞬间 其实失去了那个 偏离那个创造的目的 耶稣基督来 作为第二亚当 末后的亚当 他就重新活出一种 完全以上帝为中心 活出一种创造的目的 然后他自己定时这样 牺牲 成就了救赎的工作 他要把神的儿女 不只是洗净罪的问题 要重新恢复我们 重新恢复到 那个原初创造的时候 以上帝为中心的那个目的 为了神的荣耀而活 以神为乐的这样的生活 所以他在这里面讲到的 还是没有脱离福音的那个终极的目的 所以劝勉这些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 超越在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 停止争吵 效法基督 不求自己的主权 不求自己的益处 然后彼此同心 然后共同荣耀神 当教会合一的时候 才能荣耀神 耶稣基督说 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 其实就是合一合睦 这时候众人就因此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 那保罗也讲到 就是当你们这个彼此合谋的时候 其实就在荣耀神 教会合一的时候 就是在荣耀神 使上帝的名字 可以得到荣耀 所以弟兄姊妹 对于今天中国教会里面一些问题 比如说什么吃 累死的牲畜啊 吃血的问题啊 抽烟的问题啊 喝酒的问题啊 既偶像之问题啊 虽然既偶像的问题在这里没有处理 哥林多书里面处理了很多啊 他保罗的教导都是原理一样的 第一方面在福音里面的自由 第二 我的自由 不要我的自由 让别人软弱 所以有的时候为了别人的 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我节制我的自由 如果我的自由 我随便去庙里吃饭 结果别人看了 以为我是在参与 异教的或者拜偶像的仪式呢 所以就放胆的去拜偶像的话 让弟兄跌倒的话 那我就不那么放弃是吧 如果我吃肉 让弟兄姐妹跌倒的话 那我就放弃我吃肉的权利 所以这个就超越了 在真理里的自由 更进一步的就是在基督里面的爱 以他人为中心 为了他人的利益 这种形式啊 那这种精神在基督教里面 我们可以学到 第一是我们有基督为我们做了把样 第二圣灵将那种爱人的灵放在我们里面 其实很奇妙 对不对 大家如果留意的话 我们原本其实人本性都是自私的 就不用光说我这种像家里面老摸的独生子女等等 这样的情况 人的本性就是自私的 人要不自私就不是人了 但是当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奇怪的是我们开始变化了 我们开始懂得舍己 开始考虑到别人感受 对不对 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性情 新的倾向性 开始渐渐地摆脱那种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 所以这种能够给我们完美 以他人为中心的这种生活模范 唯有在基督教里面 不仅模范道理 而且能够让我们克服自私的本性的这种能力 生命力 也就是在基督的福音里面 圣灵是不是 圣灵因着爱神我们甘愿舍弃自己的权利 愿意顺从神照着神的命令去考虑他人利益 就可以活出来嘛 所以他也是给这个时代一种自我中心的这个 越往后人越自私嘛 越往后人越中心嘛 这也是为什么现代人对婚姻 年轻人对婚姻恐惧的其中一个理由嘛 对不对 不光是生存难的问题 卷的问题 大家都对真爱丧失了信息 发现人都自私的 没有担当的 爱了爱来爱去 结婚了后来 抛弃自己离婚等等 无论是受伤的男方还是女方 其实归根结底人就自私嘛 对不对 不懂得去体谅别人 都是这个索取而不是付出 所以渐渐的对婚姻开始丧失了 是吧 婚姻的美好越来越被人看淡了 更看到的是离婚带来的伤害 和附作友人恐怖恐婚嘛 对不对 综合的 所以其实教会和福音 应该给这个时代 堕落的精神带来一些亮光和盼望才是 教导人如何克服那种自私的那种生活 是不是 简单的是处理吃喝的问题 吃不吃的问题 实际上里面就是 我是不是信了主以后 仍然活在一种自我为中心的生活 我们信了主 我们从小了信了主 但是我们来到教会里面 是不是信主这么多年 仍然是自我为中心的 都是求自己的益处的 来信主也是 主啊 祝福我 祝福我 根本不考虑在神的面前的本分和义务 来到教会里面是 都是别人迁就我 而不是我去迁就别人 去服侍别人 对不对 好像教会就应该这样对我 教会就应该那样对我 但是从来没有想到 我在教会当中 我如何去照顾别人 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考虑到上帝的旨意等等 对不对 所以你发现这种世俗的 以作为中心的精神 在渗透在教会里面 这些未重生的灵魂 或者是未悔改的灵魂 未以本质上悔改的灵魂 信主若干减以后 仍然保持着这种自私的思考方式 从来不考虑别人 从来不考虑别人感受 他们所有思考都是追求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喜悦 那你这种人 你说怎么能说是成熟的基督徒呢 那怎么能荣耀神呢 所以别的地方是不可能学到这个东西的 是吧 唯有在福音里面 在教会里面 才有这样的可能性 第一是完美的基督的模范 第二是 圣经里面的教导的那些真理 教导我们如何 指导我们如何去设计 第三就是 不仅是理论和榜样的问题 还有就是 圣灵使我们能够克服 那个自私的生活 圣灵使我们爱神 我们应该爱神 愿意顺从神的话 当我们顺从神的话 而发现里面自己的本性 与神的话冲突的时候 我们愿意这个否定自己 靠着圣灵制使自己 渐渐的越来越 这个摆脱自我为中心的 开始 以他人为中心去生活 这样就逐渐成长一个成熟的人格 这样的人学会了以后 他进入恋爱的里面 进入到婚姻里面 或者进入到公司里面 他就不是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自己想的世界 自己想自己的利益里面 所以教会在这个世界当中 应该成到光和眼 给这个没有方向 黑暗里面 没有力量 无能 没有盼望的 这个社会带来盼望才是 那首先我们这些基督徒 应该理解 扩充真正的正确的认识 基督的福音和他的教导 不然的话 我们总把基督教当作一种精神拐棍似的 信一个基督教 让自己心里觉得舒坦 安宁 然后生活本质 仍然没有改变的话 这个就已经 把基督教变成偶像化 或者一教化了 所以福音才是我们人 就是看到 不管看别人 像我是牧师嘛 因为我是牧师 没有办法 必须得看得宽一点 我要看每一个弟兄姐妹 不仅看每一个弟兄姐妹 还关心中国教 还要看这个时代的人 是吧 包括其他的教会等等 那作为个体 每个基督徒 那我们要留意的就是 我这个人在福音里面 有没有不断地被主改变 渐渐地被真理 指出了一个健全人的 神原初造的那种 公义 圣洁 人爱的这种人格 在福音里面 渐渐被更新 虽然这个更新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学习舍己的过程当中 可能是痛苦的 像有的人是透过恋爱和婚姻 有的人是透过公司里面 人际关系 或者教会内部关系 总之或者是跟父母的关系 不断地碰我们 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 自己做王掌权的时候 什么事情按照我的心意去开展的时候 一切都很舒服 很开心 但是有的事情是违背我们的意愿 触碰到我自己王的王权 自己掌控的王权的时候 我们会痛苦 就是因为这种痛苦的过程当中 我们才不断地被破碎 蜕变 当越抛弃自己的特权的时候 我们才渐渐地成熟 走出自己王国的圈子 开始去关心别人的益处 别人的感受 是吧 没有一个人生下来 天生就特别圣人的 对不对 我们都是自私出生的 不管你是独生子女 还是老母 人本性里面都有自私的 所以在福音里面 不断地更新 神的真理光照我们 看见我们自己 在神的面前的这种 不合真理的地方 然后也看到神对我们的执意 我们因着爱神 我们愿意接受改变 虽然改变的过程是痛苦的 神的灵帮助我们 真理光照刺痛我们 上帝给我们摆设一些环境 让我们学习去放下自己的 不求自己的益处 然后去求别人的益处 求别人的喜悦 这样的环境也会有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才不断地恢复 到那个堕落之前的 甚至超越堕落的那种 神的形象 直到基督再临的时候 彻底地改变我们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我们根据罗马书里面 至今所查考的 这个关于吃肉 吃蔬菜的问题 产生的争论 我们做了个更深层的分析 他们背后的神学原因 文化原因 人的本性里面的原因 以及 保罗给他们提出的福音的解答 福音里面的自由 看待食物本身的性质 甚至超越了那个 更是爱的原理 更是脱离这种 以自我为中心 以他人为中心 向着他人为中心 求他人溢出的这种成熟的生命 去迈进 然后也提供了这个 耶稣基督作为 向法完美的榜样 以及真理的原理 还有这个圣灵 在我们里面的 那个给我们动力 能力的这样的盼望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更加认识 福音的真理的时候 让我们这个人 随着时间推移 在教会里面 越来越合乎神的心意 越来越被塑造成 为一个成熟的人格 这样的话 既自己成全了真正的我 我这个人 被上帝所更新 所成就 同时透过教会的这种合一 等等 可以使得神的名字 得到荣耀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 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所有的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